当年太阳花陈维婷这一回要号召群众集结立法院 那当然在网路上把他酸爆了啦 因为之前他先出神猪手的习凶事件 很多人就开始说奶昔大哥强势回归了 那包括还有梗涂也出来了 说如果陈维婷是先习凶再拿民党党政 不这不OK这会有事 但如果你先拿到党政再习凶 这个没问题 那当然是酸他 可是另外包括像是鸡排妹也号召民众到立院集结 还说帐篷床垫都准备好了 那么这一次还有一位轮椅妹受到各界关注 他的右脚左手包石膏 那么有人是推轮椅来战身抗议 那么这时候他突然站起来了 很多人吓一跳 后来还说他是不是无停针 他说他因为车祸只有断了一条腿 所以他另外一只腿还是可以站 还是可以起身 那他也是在这一次这个场外的抗议行列 那包括像是前几天这个跳进总统府的变装皇后 尼菲也预告晚间要现身 所以大家不管说300人400人500人好了 我先请教这个立文杰 就是我刚刚特别讲到民党在侧意 纠纵啊带风向啊 仇恨动员真的很厉害 很有一套 因为说到了对了立法院很多民众呢 你要嘛无感 要嘛一知半解 大家就看一个表面啊 觉得都是你蓝白 都是你再也再乱 民进 国民党从这整个的媒体开放之后 就一路吃憋到今天 从早期的所谓的地下电台 那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然后每一天就是编故事 然后把所有国民党所作所为跟政治人物 全部全面的抹黑抹轰 而且是完全无中生有 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南部 就是从此变绿了以后 永远没有办法翻盘过来 他们都相信地下电台所说的这些 一整套的谎言 从那个时候国民党就是两手一摊 没辙啊 然后呢 然后呢等到有了正式的第四台之后呢 然后你又看一路变成绿化 那民进党的绿媒 就是敢带风向敢做假新闻 对不对 那国民党的中天 你看今不是国民党的中天 就是反律的中天 中天呢结果下场是什么 还被人家撤照了 那今天多数了之后呢 有办法这个矫枉过正吗 都不可能 有可能矫正过去的错误吗 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任何的迹象 好 然后呢到了新媒体的时代 那民进党马上就有网军了 国民党就是溃不成军 到今天不要说网军了 连志愿军都 历史哥 你算是志愿军了 而且我要再三讲 我们脸书的小编还是义务的 我的有心小编是处理我YT的事务 脸书真的是义务 人家都要上班 他靠着上班期间用手机做图 都赢你党部啊 真的我刚才有给立文姐看 党部做的图真的是太可怕了 这件事情我历届党主席 我都去讲过 因为我在民进党的时候 我主持过多少地下电台的节目啊 我就跟他们讲 从最早党外杂志 还有报警的时候 电视台只有三台的时候 人家民进党都可以突围 都还有党外杂志 有没有 哇每个人都要去买党外杂志来看 多刺激啊 新潮流就是从这样崛起的啊 所以我就把整个民进党的历史 从党外到民进党 从最早的党外杂志 地下电台一路讲给 就是没有用 你今天国民党太不重视空军这件事情了 你有这么多的资源 你都投入到陆军 你知道吗 这种基层 结果我们现在陆军 基本上是已经都已经 稀巴烂了啦 我讲白了啦 因为那都是过去 国民党加大业大的时候 因为有庞大的资源 所豢养出来 你现在没有了资源 没有了执政权 你现在连八年魔咒 都被民进党打破了 可立文姐 这一届的国会 国民党不太一样了吧 不是 我现在讲的不是国会啊 我现在讲的不是国会啊 我现在讲的就是说 当你这些东西都没有的时候 我刚不就讲了吗 国会50个人他又要开会 他要省预算 他还要跑基层 他还要打架 你怎么可能 你不可能叫一个国会议员 他的助理要做选民服务 他要跑很多的行程 他还要省法案 他还要直询 我们国家给立法委员的资源 其实是不够的 所以每一个立法委员都是 抠紧裤带 抿吃毛粮 还要拜托去跟人家募款 对不对 还有很多的助理 还是义工 那经营多么辛苦 我就说了一个委员 要当好几个人用嘛 所以我才在讲 那你智库呢 那你党部呢 那你们在干嘛呢 所以我才会说嘛 我刚刚讲了这些宣传的鬼的渠道机制 那国民党这30年来吃太多憋了 可是为什么没有痛丁思痛 好 你现在是一个新媒体的时代 网络的时代 那刚刚在讲了 你国民党的党团 他可能只能够把最源头告诉你 我们现在到底在炒什么 所有的论述给你 可是这个东西 长篇大论的做成一个图 是没有人要看的 这只是什么 这只是就是食材嘛 中央党部早就应该要成立中央厨房了呀 你要把这么大的食材 拆成100个图 10个图嘛 一个图你只能讲一个讯息 很简单明了 你一看到就知道在讲什么 你一看到你就会有共感 你就会有共同的共情 对不对 你不管是愤怒也好 悲伤也好 难过也好 兴奋也好 你一个图 一个梗图就讲一件事情 那你就马上做100张出来呀 这100张只要有10个被广传 你就赢了嘛 我不可能每一张我都做得很棒 很厉害 对不对 那有各种不同的创意 各种不同的角度 甚至于你还要看到 你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结果人家民进党在那边乱讲 胡说八道 对不对 那你要赶快反驳啊 譬如说 沈柏洋到底穿了什么衣服啊 类似像这样子嘛 你可能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你都把所有的焦点放在中嘉宾 怎么可以去扑倒我们的女立委 可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你要马上现实的展开来嘛 那统统都有录影的啊 你有把它 把那个片段 截成很短的视频吗 不要说梗图了 视频你有做吗 那这些都要有专人做的 那你要有专人做了以后 然后你再去访问我们的委员嘛 或者是把我们的委员 接受访问的剪成很多段嘛 对不对 你不要叫我们委员 然后我要自己写剧本 我要自己演出 然后我还自己拍 我还自己剪 我还自己做梗图 我哪来这么多时间 而且这个十八样 这个武艺样样精通不可能啊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团队呢 是不是应该早就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团队了呢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 我已经很少在讲这种事情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每次讲 人家都说 那你怎么不去跟党中央讲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讲了 你知道我讲了几年吗 你知道我从参加国民党第一天 我就开始讲了吗 所以我不理解这件事情 所以你才会 我要讲的是说 你不要到选举的时候才打广告 那是没有用的 因为每个人都知道 你现在在选举了嘛 对不对 好就好像说 你今天一个直播主 你如果是拿了 这个化妆品公司的钱 来推荐这个面膜 大家都觉得说 你是拿钱推销的嘛 可是如果你完全不是 我就是自己使用的好 那是不一样的说服力啊 那政治也是一样嘛 你到了选举的时候 要讲很多的事情 它那个宣传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而且你累积的印象 已经成型的时候 你到选举的时候 你才要洗太慢了 所以等到选举才做的事情都太慢了 你应该在选举之前的这四年 你每一天都在打选战 那你有这么好的一个中央厨房 我们就把今天在国会所发生的这些 所有的事情就是你的农场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就要很多人去做这件事情 把它转化成每天每天每天 你就会看到说 原来国会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你要当下那当下这个新闻发生的时候 大家是最有感的嘛 如果你今天不讲 那这不会是唯一的一次啊 这四年来每次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 你都讲不清楚 然后呢就很多人相信了民进党 一而再再而三的谎言 所以塞人成虎嘛 讲久了等到四年后要选举的时候 变成就说啊你看民进国民党都这么的野蛮 国民党都是国会暴力 国民党都是无理取闹 所有的事情都是国民党的 民进党才是你值得支持的对象 那你不是输得多冤枉啊 所以你这些打炸不就白打了吗 所以我才会说嘛 重点就是你要怎么样转换成支持度跟选票 它是有个转换的过程 你不可能期待每一个选民 不要说选民了啦 连我也不可能说我一二十四小时 我现在不当立委了 我不可能每天盯着立法院说 看他发生什么事情啊 谁知道发生了哪些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所以你要不厌其烦的 每件事情说十遍以上 而且不断的讲嘛 所以大家都在讨论说 那赖清德去就职典礼 到底国民党要去还不去 要去不去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要有说法跟论述 你去为什么 你不去为什么 讲一百遍 讲到一般的人都有印象说 为什么国民党不去 为什么国民党去了 而不是莫衷于世 有的去有的不去 那你这样就变成 你这个党就不成党 没有人做政治这样子做的啦 所以很简单 我才会一而再再而三想 没有立法委员是要来这边打架的 他来这边打架多辛苦 对不对 我也曾经肋骨断掉啊 不是当下你们这新闻看的是十秒钟啊 我回去是六个月啊他才会好耶 拜托好不好 我是睡觉是不能躺平睡的 要坐着睡啊 你要知道肋骨断掉有多痛嘛 对不对 那我也不能说我肋骨断了 所以我后面三个月我不去立法院开会行吗 不但要去开会还是要大声骂人啊 不是这样吗 所以立法委员真的 大家不要就是坐在荧幕前面看 但更重要的是党部党团要发挥嘛 那民进党这些职业学生们 这些打手们 这些测译团体们 他有每天守着看吗 没有 我告诉你他是民进党动员来的嘛 对 他是民进党告诉他说 你喊什么口号你讲什么嘛 你看那些学生讲话就知道 他根本不知道国会在干嘛 对 词是谁给他的 台词是有人写好的 是民进党写好给他的 标语是民进党跟他讲的 你就是这样子骂就对了 你就是这样念就对了 就这样子 你们四个人就是布景 就这么简单 就是来当临时演员跑龙套 就是配合演出 对不对 他们来然后你看 最恶心的是吴思耀 还出去接受他们的 有没有 还能挥手 像英雄一样 哇他多么的悲壮啊 多么的伟大呀 你看了不会吐血吗 那问题是说 国民党为什么 永远没有办法做这样的操作呢 有这么难吗 没有这么难 拜托一下好不好 所以这才会变成就 我就说了 你今天这些所有的事件 要转化成支持度 转化成血票 重点就是四年后 把赖清德换下来 这才是真正的 四年后国会要多数 把赖清德换下来 否则的话对赖清德来讲 你看他讲了什么风凉话 什么叫做 小数服从多数 多数尊重小数 你废话 你是小学生啊 你上公民课啊 你是现在当权的总统 赖清德你不用回答吗 你知不支持国会改革 对不对 跟你无关是不是 我们不在同一个国家吗 这国会跟你没有关系吗 你以后的官员 要怎么样来国会 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你也可以一个态度啊 不管有没有修法 我未来的阁员 绝对在国会里头 是尊重国会的 绝对不会反咨询 绝对不会羞辱国会议员 你也可以这样宣誓啊 那你为什么屁也不坑一声呢 你算什么嘛 当然就是你讲的嘛 我完全同意 就是一个半白脸 一个半黑脸嘛 不然的话你看那天铺上去的 不通通都是新潮流的嫡系 众嘉宾跟郭国文啊 不是新潮流的嫡系 不是你赖清德下令的吗 你赖清德不知道他干什么吗 对不对 不要再假了 不要再装了 你连一个五院院长 新名义代表韩国瑜 你都不拜会了 你连打个电话讲个话 都不愿意沟通了 你这样叫做要团结大家 你这样叫做要朝野和谐 你不是放屁吗 你根本就通通没有任何的诚意 所以回过头来我就说了 不要想要跟这些人讲道理 韩院长要讲道理 韩国瑜啊 他的口才 他的舞台渲染力 是全台湾一流的 不要在议场对牛弹琴 跟民进党这些人 浪费口舌浪费力气 你讲的再有道理 你对他再怎么样的谦虚 你对他再怎么样的包容跟尊重他出来 就是像范云可以无耻的睁眼说瞎话 骂说你是史上最糟糕的立法院长 他连这种话都敢这样讲了 你还对他客气什么呢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国民党可以办群众大会的啊 韩国瑜就出来对着所有的群众讲 在立法院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在主持会议 你今天在立法院 你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场景 国民党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 我们是怎么样对国家对历史对人民 是可以负责的 问天无愧 你出来跟你的群众讲 你出来跟这个社会讲 你不要在议场对于民进党 什么柯建民这种咖 不要浪费你的唇舌 也不要浪费你的情绪 也不要为了他们而伤心难过不高兴 或者是说他们怎么骂我是史上最糟糕的立法院长 不要在乎 这些人有在在乎吗 所以重点就是我刚刚说的 就刚刚大家在讲的 这些整个的网状要出来要论述 要在新的媒体自媒体上面不断的做 那你有陆军 你有透过国民党所有的群组 去发动你的论述吗 韩国瑜有韩国瑜的强项 谁说立法院院长 一定要关在立法院里面的 走出来拥抱你的群众 谁说只有民进党有群众 就那三四百个人 在立法院院长外面 我们的国会议员就应该要害怕吗 有什么好怕的 韩国瑜站出来 你看看群众是谁比较多 对不对 所以韩院长不要忘记你自己的政治能量 也不要忘记你的支持能量来源是哪里 不要一时被这个民进党这些什么奥偶 给混淆了 或是怎么样不管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东西 你说国民党有没有本钱在未来四年打赢仗 绝对是有的 不要在每一个人 不是党部不是每天坐在党部里面叫做党部吗 对不对 你党部党工不是领薪水坐在党部里面上班接电话 批公文叫做党工吗 对不对 你做一个政党今天在政治上面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 才是最重要的 立法委员在一线打仗 那你的二线三线在哪里 做什么样的力量 今天结束了以后 难道明天就不讨论这件事情了吗 明天接下来一个月的讨论才是更重要的 你有没有这个能量 对不对 你堂堂一个国民党 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 你没有办法发挥这个能量吗 那为什么黄国昌可以开直播这么多人看呢 那国民党为什么不行呢 这么多的委员训练一下嘛 然后建立一下中央厨房嘛 对不对 做出更多让大家看了以后 有感的视频嘛 跟耿图嘛 赶快加油 这个每日完胜白圣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钟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 So easy 旺旺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白圣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圣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呢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购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与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